我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于8月17日国庆节当天在领事馆举行了78周年的庆祝活动 自新冠疫情管制解禁之后 我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于国庆节当天首次举行的线下国庆庆典活动 大约200名印尼公民已经和侨民热情的参与 系列庆典活动以升旗仪式来拉开了帷幕 随后举行了切割和分发通评范 以及为体育比赛获奖者颁发奖品的活动 除此之外还举办了一场关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社交活动